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姐妹平安 我们在网络上的家人朋友们平安 真高兴 今天早晨可以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 一起来追求神 觉得很幸福 今天我有一个负担 我有一个感动 我想和大家来分享关于疾病 病可以得到医治 讲到我们怎么样可以经历神医治的大能 当然这样的一个信息 在教会当中我们也是常常听到 可是有时候我们真的是需要常常再次地被提醒 不然有的时候又忘记了 生病这件事情 大概是很少人没有生病 基本上我们都有 从小到大 我们越老我们就病得越多 就是都会生病 有人说是五谷杂粮 很难不生病 只是说我们基督徒 我们生病的时候 跟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 我们生病 我觉得我们的态度是不一样的 我们多了一个伟大的医生 我们没有信主以前 我们大概就是靠 就是去外面找 有没有名医啊 或者什么样的医生 人家介绍 我们就看 这样子 尽量地治 可是我们信主以后 我们还是一样 会有人介绍很好的医生 我们尽量来看我们的病 但是另外一方面 我们里面 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位伟大的神 我们的神 祂是医治我们的神 可是有的人 他们经历神的医治 有的人没有 没有的原因 我觉得有可能就是 他不够认识 关于医治的真理 如果因为我们不知道 因为当你不知道 你就不容易去领受 去得到 很多时候是因为你知道 你才会去使用嘛 才会知道 哦 原来可以这样 原来可以那样子 所以我觉得我们需要 从圣经来看 关于疾病 就是医治的真理 让我们可以更多地经历 上帝的恩典 疾病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对于有的时候 我们工作不顺利啦 人际关系不好啦 爱情不顺利啊 婚姻不美满 有时候我觉得 大概都还可以忍受嘛 了不起就觉得 比较孤单寂寞一点 或者觉得没人了解 可是疾病这件事情是 特别是重大疾病 有时候他就很折磨我们这个人 有时候让我们就觉得 有一些疾病 甚至让你觉得没有明天 有些人 他们得到重大疾病 我们讲的重大疾病 大概很多时候都是 比较不方便 或者说 有的人癌症啊 癌症还分第几期 还看什么癌症 有一些癌症 人家觉得是好癌 比较容易治疗 那就是比较好一点 有一些就是很恶性的 比方胰脏癌这种 这种一发 可能大家就不一定有机会 类似这种 所以有的时候 有一些癌症 就是特别 大家说在看医生 最怕就是这个嘛 如果不是这个 大概我们都觉得 还可以忍受 虽然不舒服 可是还可以忍受 可是有的时候 也是会怕 所以有的人不做健康检查 因为他们觉得说 不检查没事 检查都有事 都开始一直追踪 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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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好 定位姐妹 当然有的时候 我觉得检查 我觉得也是好 就是说至少 你会稍微留意一下 你的身体有什么状况 开始做一点调整 我觉得没有不好 但是我只是要讲到说 有的时候因为 因为得到了一些 重大的疾病 所以有时候 我们人被疾病折磨得 很软弱 也没有胃口 有人说 以前有个姐妹跟我说 这个 我连拿一杯水的力量 都没有 还有人说 我第二天起来 就说我发现 我怎么还没死啊 就是你可以想象 当人这样讲的时候 其实是一种很无奈 因为你可以 也许你说 我都没有这种感觉 那感谢主 你还没有这种感觉 我希望你不要有这种感觉 就是说 很多时候是因为 有的人 他们被疾病折磨得 就是生不如死 可是弟兄姐妹 我真的会觉得说 我们信耶稣是不一样 不是说信耶稣 不会生病 可是我们仍然可以祷告 我们可以活在健康 活在神的医治当中 但是我相信 我们如果在疾病当中 我们可以明白 怎么依靠神 弟兄姐妹 我觉得你会减少 减少走很多那种痛苦 折磨的路 还有那个恐惧 疾病有的时候 会让我们 给我们带来的 就是那种没有盼望 沮丧 让我们就觉得 没有力气 这样 可是因为我们相信神 弟兄姐妹就会不一样 耶稣说 我是复活 我是生命 那主在告诉我们什么 弟兄姐妹 生命只能存在 可是复活是超过生命的 复活是可以抵挡一切的攻击 包括死亡的攻击 我们为什么不喜欢生病 我们为什么怕疾病 因为疾病可能会带来死亡 我们人在死亡面前 我们都会战斗 我们都会害怕 以前我们觉得疾病 伤风感冒觉得还好 可是现在不一样 有人感冒就死了 现在的感冒还分很多种 所以有的时候 就是现在就有好多的这种 传染疾病 就很多 所以都越来越难说了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就口罩不离口 有时候就是去哪里 我们就是手都洗得快烂 可是有时候就是怕 但是弟兄姐妹 我们做神的儿女 不要怕生病 随着生命的老化 我觉得这里不舒服 那里有毛病 我在说都是正常的 但是问题是 要怎么样正确地看待疾病 我觉得这个对你很重要 包括你 因为可以正确地看待疾病 你就可以正确地 面对你的家人 不然有的时候 你有一个家人在那边生病 他很痛苦 可是你比他更痛苦 因为你看他那个样子 他讲也讲不听 他一直在哀声叹气的 有时候 特别他万一又没有姓主 有的姓主也是差不多 所以有时候就会觉得 因为我们不够认识医治的真理 所以有时候我们就会被疾病的灵 一直折磨折磨的 有时候我们自己搞不清楚 所以关于疾病 论到医治你一定要认识疾病 有几个重点你要知道 第一个疾病不是从神来的 那这边你一定要知道 疾病不是从神来的 有的时候人们一生病 很快的第一个反应就是 神为什么让我生病 可是你要知道 不是神让你生病 疾病不是从神来的 有的时候也许是我们的灵命 比较还没有那么成熟 所以我们就会觉得说 一定是我不好 所以神让我生病 以前上学的时候 因为我不乖 所以老师就打我 所以我们就觉得 因为我不好 或者有什么事情 所以神让我 神惩罚我 听懂些没 你一定对疾病的第一个认识 你要知道 疾病不是从神来 神不需要惩罚你 神如果要告诉你一些什么事 神可以救你 可是神不会用疾病来惩罚你 但是你要了解 神可能会允许你生病 神可能会允许你生病 就好像约伯 我们很熟悉的约伯 当他受试炼的时候 在生病的过程当中 他就更多的经历神 认识神 约伯没有生病以前 当然神也称赞他 觉得这个人很棒 是一个完全无可指责的人 他是个艺人 当世代找不到比他更好的人 可是魔鬼不这么认为 魔鬼觉得因为上帝祝福他 你看你给他物质那么好 他那么有钱 有孩子 有房子 牛群 羊群 很多 所以他当然会 会很敬畏你 很爱神 而且他得到这么多人的尊敬 因为他什么都很好 是 有的时候好像是这样 但是我们却看见约伯 因为这样 也许他自己也觉得这样 你知道有时候我们太好了 我们也会害怕 有的人什么都好的时候 他们很害怕失去这样的一个幸福 所以有时候约伯他也会很担心 我的儿女会不会没有奉献 会不会对神失去了那个敬畏 所以约伯常常是为他的儿女多奉献 可是呢 也许约伯自己可能也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太不好的 但是后来我们却发现 约伯他在这个受试炼的过程 他开始意识到什么 他意识到 他其实也没有那么完全 所以他在过程当中 你会发现他有致意的问题 他有心上提到说 他有致意的问题 他甚至觉得说 我这样出生 我来到这个世界 我干脆不要来 那个就是一个抱怨 向着神的一个抱怨 可是就是因为经过这个试炼 生病的过程 人们开始意识到什么 就是他看见了 我其实更认识自己 我没有那么完全 我本来以为我还不错 我是个艺人 连上帝都觉得我是个艺人 不错 可是其实我并没有那么好 你有没有发现 当你生病的时候 有时候神允许我们生病 在生病的过程当中 我们才意识到 我们被光照 我们看见原本的我们自己 我们没有那么属灵 我们并不是像我们所以为的 那么的有信心 所以有时候神可能允许你生病 是因为神有一些话 神要对你说 神有一些启示 神要教你一些东西 所以神可能会允许你生病 经过这个试炼 但是这个试炼 至终它一定会带来美好的结果 对我来说 只要是神给你的试炼 一定是一个美好的结果 然后呢我们会看见 就是另外你要对疾病的认识 就是要知道 疾病的来源 就是撒旦 我刚刚提到 一开始你一定要知道 疾病不是从神来的 可是疾病的来源 就是撒旦 起初神创造天地的时候 神说这个也是好的 那个也是好 神看什么都是好的 神并没有创造疾病 神并没有说 给我们一个疾病 说疾病 神看疾病是好的 没有 疾病是因为罪的缘故 罪的里面包含了疾病 包含疾病 所以当人不顺服神 背逆神 罪是因为一人进到这个世界 死也是因为一个人 他进到这个世界 所以你要知道 疾病的来源 就是撒旦 他给我们带来 所有的黑暗 所有的痛苦 但是神他了解 神知道说 我们人面对疾病 我们会恐惧 不管你有没有信耶稣 都一样 我们都会恐惧 面对死亡 我在说 在死亡面前 没有一个人不颤抖的 每一个人会害怕 会担心 但是呢 神把得医治的 这样的一个真理 给我们 各位兄弟们 你一定要认识 医治的真理是什么 因为只有真理 会叫我们得到释放 当你不知道真理是什么 你生病的时候 你就会很紧张 很担心 很有压力 可是当你知道 得医治的真理 各位兄弟们 你的里面 就会平安 你会知道 我虽然生病 没有问题 生病 是神所允许的 所以我知道疾病 不是从事来来 不是因为我做错了什么 当然如果是我做错了什么 有的时候确实圣经上也提到说 有可能是因为罪 罪有一个破口 所以让仇敌攻击我们 有时候你祷告神 神光照你 你知道你认罪悔改 你一样可以领受医治 祂赦免我们的罪 祂医治我们的病 但是绝大多数 很多时候仇敌攻击我们 不是说神 好像是神让你生病 这个部分你一定要清楚 因为很多人 我讲的是神的儿女 很多人在生病的时候 第一个反应就是 神你为什么让我生病 神你为什么让我的孩子是这样 神你为什么 可是弟兄姐妹 其实不是 一定要开始调整 不然的话 有的时候 那会夺走你的信心 你对神 就是我们会很软弱 因为我们不明白 神你为什么这样对我 所以我们看不见 因为你这样的一个感受 这么强烈在你里面 你就看不见神的恩典 所以关于得医治的真理 第一个你要知道就是 神是医治者 神是医治者 在《出埃及记》15章26节 我觉得很重要的经文 我们一起读好不好 来 又说 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 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 留心听我的诫命 守我一切的律例 我就不将所加于埃及人的疾病 加在你身上 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 这里很重要的一个经文 告诉我们说 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 在其他的圣经版本里面提到说 这个字可以这样翻译说 我耶和华是你的医生 好 我是耶和华你的医生 当你看到这个 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 我是耶和华你的医生 你有没有感觉到好幸福 我们有一个医生 你知道现在有些名医 好难挂号 每一次挂号都不晓得说 是不是网络有问题 都是满号满号 现场挂号这样子 有的真的是 几个月都挂不到这样子 好 很辛苦 可是有一个最伟大的医生 我们可以黏着他 他跟我们在一起 他跟我们在一起 他是耶和华 是我们的医生 好 那我们怎么样可以得到医治 这里告诉我们说 我们如果留意听主的话 我们如果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 也就是说 你听主的话 你遵守主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领受神的医治 就这么多么的美好 当我们顺服神 一个人 一个相信神医的人 他就会常常经历神的医治 所以为什么每次我们常在祷告会当中 我们在聚会里面 我们常常鼓励弟兄姐妹 你要对神 要给你的医治 你要充满期待 当你充满了期待 每天都相信主要医治我 即使不是立刻得到医治 可是你每一天 你没有灰心 没有放弃 没有好像顺其自然 主你要医治就医治 不医治就随便你 有的人对医治是这样看 好像觉得随遇而安 顺其自然 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 真实地经历到 神伟大的医治 在我们的身上 可是当我们相信神医 你一定可以常常 经历到神的医治 每天 前两天我听见我们一个姐妹 她就讲到她的先生 她的先生当然还没有聚会得很稳定 可是太太就是很坚定 常常不管对神的话 或者祷告都很认真 所以那个时候她提到 她的先生有僵直性的脊椎炎 当然身体不是那么舒服 可是她就祷告祷告祷告 拼命祷告 所以先生就得到医治了 得到医治 而且这个是后来 医治不是我们感觉 不是我们随便说 我的胃癌得医治了 你要去检查 确定真的得医治了 所以后来再去做检查 确定得医治了 我们知道这是神伟大的作为 所以对人家相信 我们祷告神医一定会发生的 我以前有这个群麻疹的问题 大家知道有时候群麻疹一发起来 那不得了 哇 这养的真的受不了 这样抓得乱七八糟的 可是呢 而且有的时候 你还不知道过敏源是什么 有的人就会说 可能是不能吃海鲜啊 可能不能吃这个 不能吃那个 可能是什么 过敏这种一大堆 所以引发的这些 对于我们这种 那么爱吃海鲜的人 你就又不肯放弃 就很麻烦 反正先吃了 反正再说这样 可是有的时候就是很不舒服 可是我就记得有一次在聚会 那时候我们还在旧堂的时候 我们就带领弟兄姐妹祷告啊 就宣告神的话 神要得医治 神要医治我们 我就记得那一天 很清楚知道 在宣告的时候 我立刻当时我就有一个感觉 就好像那个雪落夫人说 顿时她心里感觉到 有一个医治领到她 我也感觉到有一个医治领到我 那么的清楚 我就知道我得医治了 那从那天开始 那我的虚麻疹就没有再发了 我就没有再发了 一直到今天都没有再发 所以就记得你要相信神 当我们宣告神的话 我们相信神可以医治我们 神的医治会在我们的身上 可是我也会喜欢想到 张荣基牧师 他常常鼓励我们要祷告 要相信神迹要发生 他17岁那一年 那个时候还没有信耶稣 所以他得了肺结核 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药医的 所以医生就宣告 告诉他的家 爸爸妈妈 就说这个孩子没有几个月 就是就会死掉 可是没有多少年轻人想死 这么年轻 很多梦想都还没有完成 怎么可以这个时候就死呢 这时候有人传福音给他 给他一个圣经 还鼓励他说 你不用读旧约 你直接读新约就好 为什么 因为没有时间读 他觉得他没有太多日子 读新约就可以 灵魂得救就好 当他读圣经的时候 他发现 圣经里面神的话说 他可以医治我们的身体 所以他就开始呼求神 那个时候对他来讲 没有什么信仰根基 可是就是很单纯地相信 求神来医治 他说什么 那时候他真的经历到神 来医治临到他 那一年他17岁 可是他死的时候 他八十几岁 所以对不起 你知道当我们相信神 有时候医生的话 我觉得仍然有他的专业 你不能说医生都胡说八道 不是的 对不起 医生的话有他的专业 可是我们有一个更伟大的神 你要相信他 他有一个童工 叫做红阴基牧师 红阴基牧师 他八岁的时候 可能是先天的疾病 就有癫痫 所以因为这个癫痫疾病 有的时候常常在学校就会发作 当他一抽搐在学校发作的时候 同学都不敢靠近他 他们觉得好像阳巅峰这样 所以同学就会笑他 躲他 所以他的人际关系也不是那么好 可是妈妈很有信心 常常鼓励他 告诉他 主耶稣会医治你 有一天妈妈祷告会 参加祷告会的时候 就看见了一个异象 你知道有一个敬前的母亲 多么美好 对儿女实在是一个祝福 他就看见主耶稣来到他的孩子面前 按手在他孩子的身上说 我会医治你 我会医治你 所以妈妈就告诉我 回家以后就告诉他的孩子说 今天在祷告当中 主耶稣让我看见 他为你祷告 为你按手 耶稣说 他会医治你 所以你要相信神 所以这个小孩从那么小开始 他每天都相信 耶稣要来医治他 耶稣要来医治他 后来他果然得到医治 完全得到医治 所以对不起没 信心很重要 我觉得 我常常觉得 信心是开启神迹 很重要的关键 很多人就是 有时候我们觉得 相信 可是相信没两天 因为感觉很负面 身体又疼痛 可能又不好了 或者有时候 现在很容易上网 光看网络上 对不起没 你越看网络 你会越没有信心 特别如果你的疾病很奇怪的话 你就越看 你就越害怕 你就这个这个 你想一想 真的觉得 你的心情就很差 你连对主 要跟主祷告 你都没有信心 为什么 因为你觉得 这一类的主 大概没办法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 有一些比较轻度的 这些跌倒 感冒 这种 可能 主耶稣可以 某一些部分 好像主耶稣就不行 有时候我们会有这种感觉 可是弟兄姐妹 当耶稣说 祂要医治我们 神是治好 一切有病的 一切有病的 不管你任何的疾病 说的就是 神要来医治我们 所以信心很重要 你要有一个信心 真理 关于得医治的真理 第一件事 最重要的就是 你要知道 神 祂是我的医治者 祂是我的医治者 主说 我是耶和华 是你的医生 所以你要知道 我们的主 祂是我们的医生 所以在出埃及记 二十三章二十五节 这里说什么 祂说 你们要侍奉 耶和华你们的神 祂必赐福于你的粮 跟你的水 也必从你们中间 除去疾病 所以在这里 祂提到说 告诉我们说 当我们这样来服事神 当我们这样来服事神 神要来祝福我们 我说了侍奉 不是说 我有空 主我就来服事你一下 做一点服事 好像主我给你一点恩典 你也给我一点恩典 究竟不是这样 侍奉 所有就是 我们因为敬畏神 因为爱神 我们甘心乐意 我们愿意奉献我们自己 我们愿意服事神 我们愿意帮助人 我们愿意做主要 我们做的事情 这里告诉我们 神就要供应我们 神要赐给我们 粮跟水 你生活当中 一切的需要 神会供应 所以你不用担心说 我如果服事太多 这样我就没有太多时间工作 那我可能会被裁员 我可能老板就不喜欢我 我可能会怎么样 我钱都赚得没有人多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就尽量地减少聚会 因为要工作 不然的话 钱不够 所以你从来不用担心 你要相信神会供应我们 事实上也有很多这样的见证 当人把主摆第一的时候 他们经历到神丰富的供应 一点都没有短缺 可是另外一方面 这里还提到 当我们侍奉神的时候 神要给我们什么 这里说神要医治我们 就在你们中间除去疾病 这里的疾病 所有就是一切的疾病 所以你不用担心说 癌症那神有办法吗 或者其他什么神有办法 不 这里说的就是一切的疾病 你可以非常的清楚 所以对方学们 你要了解 这两个事实 就是撒旦 祂是疾病的源头 而我们的神 祂就是健康的源头 神希望我们丰盛 所以神要把各样的丰盛 赐给我们 在我自己的家庭当中 我就讲到我自己父母的见证 我是以看见神的恩典 祂怎么样的供应 祂怎么样的医治 我的爸爸信主以前 因为当然他是在传统的 这样的一个道教的环境当中 祂自己拜得非常虔诚 那祂也不只自己拜 祂都帮助别人来拜 这样 很会拜 可是呢 祂有一个问题就是 祂这么 从祂年幼的时候 祂就很虔诚 拜拜拜拜拜的 但是祂的身体一直都不好 常常不好 从我有记忆以来 我记得祂的身体就是不好 祂常常开刀 然后呢 中风就好几次 然后 以前呢 总是常常要住院 就是有时候冬天一次 夏天一次 所以有时候我妈妈就觉得说 就会 有时候不耐烦 就说你就把 把医院当旅馆 这样 好像觉得时候到 就要去住一下这样 可是其实不是 是因为身体就是很软弱 这样 但是呢 我们 我在这里提过几次 就是我的父亲 是在开刀当中 后来在加护病房 恢复的时候 神向他显现 他是肉眼看见 主耶稣的显现 所以他就信耶稣了 他出来就受洗了 受洗之后 我就有一个很奇妙的改变 他受洗一直到他离世 差不多还有十年的时间 在地上 他的身体并没有 立刻变得很强重 像一个猛男一样 不是 没有 他就一直还是弱弱的 可是他就很平安 后来他几乎没有在住院 没有印象说 他在住院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 他只有吃高血压的药 然后身体就一直 就这样维持 虽然有点 还是比较弱一点的身体 可是并没有什么 其他的疾病 就这样平安地过生活 甚至他离世的时候 他也是在睡梦中 他就在睡梦中 就被主接去了 就很平安这样子 就觉得我自己觉得 我常常想到我的父亲 我就觉得很感动 在年幼的时候 总记得 他常常三不五十的 就好像就是觉得 好像要离世了这样子 情况常常都是非常危急的 但是呢 当他信主以后 主把平安给他 所以就觉得神的平安 是我们可以经历的 我自己的母亲 也是这样子 她在五年多前 她失智了 可是呢 她这一生 我可以看见神的恩典 特别当她年迈的时候 年轻的时候 当然她想要做什么 她就做什么 可是当她慢慢年纪 渐长的时候 能够活动 她还是自己活动 这样 但是呢 她一直看见神的保守 在她的身上 当然 我相信 那一年 当她跟我爸爸 因为那时候 我爸爸要受洗 归入主的名下 我妈妈就好高兴 她说 我也不败了 我也要受洗 这样子 所以她就 也受洗 归入主的名下 那我妈妈 当然我妈妈 其实是比较乐天派的 她比较活在自己的世界 她用她的爱去爱神 这样 所以 有的时候 我们做儿女的 常常会质疑 会觉得说 像那样子 都不晓得神 会怎么样祝福她 因为 有时候就看她 就是 好像有一搭没一搭的 可是有时候问她 妈妈 你要祷告啊 要祷告啊 她就说 有啊 我有叫耶稣啊 我走路就一直讲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这样 总之 我要讲的就是 神 结果有时候 我们是这么不完全 你的家人是这么不完全 神的恩典 仍然在她们的身上 当我们有信心来祷告的时候 我会常常为我的母亲祷告 因为她有糖尿病 虽然她的身体 大概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那只有16年前 她就开了一个白内障 她身体基本上 都没有什么太大的状况 她白内障开了以后 眼药膏 有时候医生会 按时去 就是要去检查追踪嘛 开给她眼药膏 她根本就不用 她觉得她都不需要 都给王牧师这样子 所以她就是这样 可是她有糖尿病 这个问题就很严重 糖尿病就是你要忌口 有些东西不能吃 要留意这些 根本不管 糖果 饼干 面包 水果 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你拦都拦不住她 反正她一个人 有的时候一个人在家 或者一个人在外面 没有人可以拦她 可是我们只能祷告 我就想到说叫祷告 可是她从来也不配合医生 你知道有时候要打胰岛素 有时候都说她有打 可是其实根本没有打 有时候我们发现 胰岛素 有时候那个针头 早就帮我跑去哪里 她说有打这样子 然后那个数字 有时候要写血糖数值 她根本就自己乱写 所以有时候我们去到医院 我们压力很大 因为面对医生 我觉得医生 好像看到我们就很头痛 觉得这种你就不用看了 你们自己医好了 因为也不配合这样子 可是有时候老人家就是这样 有时候就很难 讲多了她又不高兴 这样子 所以有时候就是很辛苦 只能祷告 可是感谢神 我觉得神一直保守她 都很平安 一个多月前 特别一个月前 那时候她就突然 身体是有点不舒服 第一次就这么 情况很严重 然后就去医院 急诊 后来再加入病房 情况很不好 医生就开病危通知 就觉得说她可能会有急性败血症 这些状况就很不好 反正就是病危通知 那情况我看起来也不好 叫也就叫不行 这样子 就有点担心 可是就想 没关系 年纪也大了 我连永生 永生就是脏仪色 我都问一下状况了 因为情况看起来就很不好 我想说还是有点预备这样子 比较不会太乱 就没想到 过没两天 医生说可以出普通病房 又好了 又出院了这样子 我又去给永生讲一下 不好意思就好了 这样子好 各位姐妹 神就是这样子来祝福 疾病不是属于神的百姓 不是你的家人 你要相信 你为你的家人 不用担心说 可是他没有信主 或者说 他这样子神会祝福 各位姐妹 我真的相信 我相信圣经说的 神要使一切的病症离开你 你所知道 埃及各样的恶极 不加在你身上 只加在一切恨你的人身上 说的就是 我们要拒绝疾病 神爱你 祂也爱你的家人 所以当我们为着我们的家人 你不要做审判官 去判定他配不配得到医治 你只要为他祷告 我刚刚讲我父母的例子 我只是想让你知道 有时候我们会很无奈 有时候我们面对一些 我们很困难的一些状况 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 可是神 祂可以超自然地介入 来掌管一切 神知道你的无奈 你的痛苦 你自己 你还可以控制一下 但是有时候我们面对其他 特别是我们的家人 有时候会有一些辛苦的地方 你知道有的人是绝对很铁齿 就是不看医生的 明明情况很严重了 就不看医生 前两天 我看见有一个报道 说到大概有一个艺人的妹妹 有一天就发现确诊 就是乳癌第二期 其实乳癌第二期 乳癌不是一个很难治的癌症 就算我说有些癌症比较好一点 有一些真的是很不好 但是会害怕 也许他怕化疗 也许怕失去他的美丽 至少文章是这样写 反正总之他不要做任何的治疗 相信民俗疗法 至少吃一次这个弄一弄这个就会好 就一拖延隔一年 就变第三期 根本就没有办法医了 然后又忍受不了这些治疗痛苦 又跑回去民俗疗法 反正没多久就走了 究竟你知道 有的时候我要讲 有的时候我们面对我们的家人 家人是拜托 拜托 拜托 去看医生 都没有用 有的人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他就不看医生 我妈妈没有失智以前 每一次呢 有时候有些状况 要不要看个医生呢 不去 他从年轻以来 他的想法就是看医生就会生病 进得去出不来 所以有的时候 遇到这种人 就是没有办法 可是神的儿女可以做什么呢 我们可以很积极地来祷告 来相信 圣经上说 他领自己的百姓 带金子银子出来 他的支派中 没有一个支派是软弱的 神 当我们从这个世界 我们从这个世界出来 我们信耶稣了 神应许我们 他要给我们付足 我们是带着金子银子出来的 神要供应我们 可是另外一方面 这里提到说 我们是健康的 他的支派中 没有一个是软弱的 教育们你要相信 当我们在一起 神把我们放在一个家庭 一个属灵的家 我们有的时候 彼此同心合一的 彼此的代道 彼此的扶持 我们要相信 我们中间每一个弟兄姐妹 没有一个人是软弱的 因为我们为什么 可以有这样的确信 结果这个弟兄 这个姐妹 他现在在一个 很大的软弱当中 我们为什么可以相信 我相信的理由 是因为神的应许 主说他支派中 没有一个支派是软弱的 主的应许是 因他受了边上 我们可以得到医治 主的应许是 他是耶和华拉法 是我们的神 所以对我这边 我祷告 你祷告 你可以有信心 不是因为你今天感觉 感觉身体比较好 今天走路 好像骨头比较没那么痛 眼睛好像看得比较清楚 不是 你可以有信心 是因为神的应许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不是把眼目 聚焦在 我的感觉 因为如果你一直把 每一次祷告 你就看你的感觉 还是痛啊 还是不舒服 你就不容易有信心 可是当你一直注视神 一直相信神的话 弟兄姐妹 急或有时候 神让我们等候一段时间 可是我们相信 美好的神迹 一定会发生的 大卫在诗篇103篇 告诉我们什么 他告诉我们 他说神是我们的拯救者 他说我的心啊 你要称颂耶和华 反正我里面的都要称颂 他的圣命 他说不可忘记 他一切的恩惠 所以就是神 他常常给我们恩惠 神常常给我们恩典 我总记得一个老爷爷 他九十几岁 他有时候半夜 会突然醒过来 有时候你知道 有时候有人会经历 那种半夜的惊骸 突然就醒过 可是里面就 就很恐惧 会害怕 可是他每次半夜 惊醒的时候 他就起来 坐在他的床上 他就感谢神 他感谢神 我还可以呼吸 为什么我还可以呼吸 我感谢你 因为这边你知道 这就是神的恩惠 恩惠不是你做了什么 主给你 你给主一 主也给你一 不是 恩惠就是 我什么都没有做 只因为神爱我 神白白地给我 有一个弟兄 有一次带他的妈妈 做捷运 妈妈年纪大 比较瘦弱 所以有一些捷运 不是每个捷运这样 有的捷运 从捷运的车厢 出去的时候 有一些时候 有的那个口 捷运车厢 那个口 有时候 会比较宽一点 所以他妈妈 比较瘦 动作又慢 所以那个时候 一出去 一不小心 那个脚 就掉到 那个缝隙 但是这个时候 这个弟兄 他还是 哈利路亚 所以妈妈 好像 如有神住一般 脚就抽出来了 很快 很快就抽出来 大概一抽出来的 那一扎 门已经关上 这样子 所以对我这边 你知道神给我们恩惠 在危难当中 神保护我们 就是我自己 常常想到 如果不是神 保守我们 真的我们 在生活当中 一百个意外都有了 走在路上 你在家中 地震 风灾 各式各样的 这样的危难 都可能会领到我们 可是神是我们的拯救者 祂给我们恩惠 救我们脱离死亡 另外 大家会说 神是我们的医治者 祂赦免你的一切罪 祂赦免你的一切疾病 所以你要知道 神赦免我的罪 我里面一切 我的罪疚感 我的软弱 我的骄傲 而且祖说 祂医治我一切的疾病 一切的疾病 我刚刚说 一切就是一切 不管是孩子的肠病毒 那个流行那么厉害 多少班级 现在都停班停课 孩子那个传染力 多厉害 有时候他一发烧 或者涨水泡 这个那个 父母多心疼 有的时候 我们又怕 我们的孩子 好像说 在 就是有时候 最主要 有时候父母就好害怕 孩子有时候是天生的疾病 各方面 医生说 就没有办法 只能怎么样 只能怎么样 用几个疾祸 是先天的疾病 我们都祷告 主 祢行一个创造性的神迹 让我的孩子 我可以得医治 我们要相信 神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 一切就是一切 这里告诉我们 大卫继续说 神是我们的释放者 祂不只医治我们 祂释放我们 祂救赎你的命 脱离死亡 以仁爱和慈悲 为祢的冠名 主救我们的命 脱离死亡 对不起 我们在死亡面前 有时候我们都会颤抖 我们会害怕 没有人不怕死的 今天你为什么害怕疾病 除了疾病所带来的痛苦 很折磨你 可以有的时候 那个最主要是因为 我们怕死 你说我们死了 有人说我们死了 就上天堂了 那你问基督徒好了 有多少人现在想上天堂的 没有啊 天堂多么美好 只是现在都不想上去 重点 当然我的意思 只是要让你知道说 感谢神给我们一个 美好的天堂 可是说的是 那个死亡的恐惧 结果我们知道 有一天我们要去到主那里 可是我们在地上 有很多的不舍 我们所爱的家人 我们未完成的梦想 我们还有好多的事 有人说我好多东西没吃 好多地方没有去玩 总之你有很多的想法 你就是有的时候简单讲 就是这个世界还蛮美好的 所以我们不想 那丢姐妹感谢神 神祂应许 左手有富贵 右手有长寿 祂要把长寿给我们 祂要救你的命脱离死亡 这是真实的 我们有一个姐妹 陈安妮姐妹 这是教会经典的 这个见证 那个时候她的母亲 二十多年前 就是一个生病 所以就躺在医院 都没有醒过来 就像昏迷一样 都没有醒过来 可是教会祷告 她的女儿祷告 就是祷告 就是求神 苏醒她的灵魂 可是医生说 大家都知道说 这个黄金期 大概六个月 如果六个月 你还不醒过来 大概就一辈子 就是躺在那里了 植物人 可是神非常奇妙 当大家这样祷告 祷告 六个月之后 祂醒过来了 而且本来以为 祂也不是说 都躺在床上 祂还开始坐轮椅 而且有一段时间 都跟着大家 一起来聚会 所以丢姐妹 你知道神救我们的命 脱离死亡 不然你躺在那里 不也像死亡一样吗 可是神没有 神垂听我们的呼求 你不呼求 你不征战 但是有时候 要为疾病来征战 你不征战 就维持现况 不好的情况 就一直这样 一直这样 一直摆在那里 可是当你起来征战 起来祷告的时候 那个黑暗的权势 就会退后 你就可以经历 主的得胜 所以为什么要为疾病 为身体来征战 而不是好像 我们在那里觉得说 我就照单全收 反正就这样 不要照单全收 要相信神的恩典 相信神的慈爱 我们另外一个弟兄 王伟国弟兄 讲到他的母亲 也是这样 也是二十多年前 那个时候在三种 医生就觉得 反正就全身插管 在教务病房 就说要帮他办后事了 就是反正情况不好 所以 那时候 这个弟兄 才大学生 现在已经四十岁了 可是呢 那个时候还很年轻 害怕 失去母亲 母亲还没有得救 怎么办 而陌生要去为他受洗 我们想说 我们都为活人受洗 那个时候妈妈 虽然躺在那里 可是其实 她没有感觉 全身都插管 整个都肿胀了 怎么受洗呢 可是在爱里 我们还是去做 这些信心的服事 所以没做过 可是就用信心祷告 为他祷告 为他施洗 告诉他天堂的美好 为他驱魔 这个是他妈妈讲 我们为他驱魔 其实我们是为他赶鬼 就是说求神释放他 因为还年轻嘛 就让他可以得医治这样 就没想到好了 他过几天 他出家务病房 后过几天 又出普通病房 后来出院 所以呢 他不记得 他的丈夫 儿子 去家务病房 跟他说什么 可是我跟牧师 跟他讲的话 他都记得 所以他说 他们帮我驱魔 这样子 那 神拯救他的生命 他又活了二十几年 可是弟兄姐妹 就在他离世之前的前五年 那一年 我记得 台湾很多的寒流 冷得不得了 那有时候寒流来 有时候就感冒嘛 特别是长辈 有时候就会有很多的 这些并发症啊 身体不好 那他就不知道 怎么感染了 就很严重 也插管 在医院插管 插了一个月 可是情况就是不好 所以医生就说 那可能就要把管 把管就是送他走了 意思是情况就是不好 所以我记得那天 年轻人他就难过嘛 就要送妈妈走啦 这样 就是情况不好嘛 可是没有想到 第二天把管之后 他妈妈又活了五年多 这样子 所以弟兄姐妹 很多事情你不知道 神是我们的释放者 神是我们的医治者 所以你要相信神 救我们的命脱离死亡 所以有的时候 弟兄姐妹 我们要为疾病来征战 不要 真的不要太快 好像就是 我们就屈服 就觉得说 好好好 反正医生这样说 我们就跟他和平共处啦 反正就这样 不 主 救我的命脱离死亡 救我的家人的命脱离死亡 他还这么年轻 他还这么年幼 他还有孩子 他的孩子还这么小 主 他在这个意外当中 主 求你不要让他离世 就是我们应该征战 征战到最后一刻 然后把结果交给神 而不是很快的 有的人还好好的 我们就已经开始觉得说 大概没有希望啊 就在他的床头前 给他讲后事 你知道这个其实是蛮忌讳的 为什么 因为他耳朵都听得见啊 就根本没有信心嘛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病人旁边 尽量跟他讲一些信心的话 鼓励他 鼓励他 我们曾经有一个师母 他就是脑中风 拉脑中风 所以送医院那时候都昏迷了嘛 所以在家务病房 真的也不知道会怎么样 因为太突然了 就脑血管破嘛这样 可是呢就是大家就祷告祷告祷告 他的先生牧师啊 他的牧师就是 就拿那个NP3 就是把他耳朵塞了 让他听了 就是敬拜赞美的音乐 就一直放一直放 让他耳朵一直充满了 敬拜赞美的音乐 所以后来我记得 过一个多礼拜 反而就醒过来 这样子 醒过来 所以定位姐妹你知道 我们要里面 要充满了信心的话 充满了敬拜赞美 让我们要为疾病来征战 不要妥协 我们要好好活着 为主而活 另外 这个大卫 他告诉我们什么 他说 神是我们的供应者 神是我们的供应者 这里提到说 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 得以知足 以至于你如因返劳还统 对我姐妹 这是一个高龄社会的时代 我们会越来越老 感谢神 我们可以在一起 一起慢慢变老 而且我们要健康地变老 可是有时候 老这件事情 年纪渐长这件事情 会让人觉得 很无奈 有人说 老了 真无趣 好像看起来也是 有的人的老人世界 好像是黑白的 东西也吃得越来越简单 对一些美物 好像也没什么太大兴趣 都吃片了 现在就吃健康就好 然后去哪里玩 也都玩腻了 都该玩都玩了 而且现在也没体力了 然后去逛街 也不需要了 我们现在越穿越简单 而且我们人老了 穿什么 其实也是差不多 就没那个脸 这样子 所以有时候我们发现 好像看起来 有时候我们觉得 年纪大 有人就觉得好无趣 年轻人也不喜欢 跟我们讲话 觉得老口口 这样子 就觉得有代沟 这样子 所以回到家 看你两眼 就说我有事情 就出去了 这样子 所以说我们就会孤单 会寂寞 对不起 可是你知道 我们做神的孩子 我们是不一样的 当然我们会老 老很正常的 对不起 你不要排斥 我们年纪大 有的人一天到晚 擦这个吃这个 让脸皮不要往下掉 我在说 这不太可能 就是欣赏我们年长的容貌 欣赏你现在的自己 你要知道现在的你 比明天还是年轻很多 有时候我们照相 今天看好丑 过两天 过一个礼拜 过一年来看 那时候还蛮美的 都是这样子的 所以 要知道 在这里 这个话告诉我们 我们年老的时候 神要给我们体力 神要给我们健康 我们不需要像世俗一样 觉得老了好没趣 我们就安身叹气 不 我们感谢神 我们要越来 就求神帮助我 越追求神 我就越有恩高 我们不是老骨板 我们不是老油条 我们不是好像 好像 就是老了都不能够变动 就是觉得好像一座山 一个石头 就是放在那里 而是这里说 我们如阴凡老还童 你知道有一些阴 有人说有一些阴是什么 有一些阴好像 它来到了六十岁 好像六十岁的时候 还七十岁 六十岁 它就好像突然之间 它就会看起来垂头丧气 整个都不是很OK 它就开始用它的那个嘴巴 就拔它身上的毛 都拔光 有时候还会去 用石头去磨它的身体 你可以想象一只鹰 那个毛都被拔光 有点像鸡 有没有 这样子 但是突然之间慢慢等候 等候 等候一段时间 那个翅膀就开始 就开始 鱼翼就开始长出来 它再一次 像一个新的老鹰一样 如阴返老还童 展翅上腾 所以东西让我们不要觉得说 我六十岁我老了 我七十岁我老了 我这个做不动 你看我骨头也不好 我眼睛也不好 你头发也白了 身体也胖了 很多的身体的机能都退化了 外面看起来好好的 里面都一塌糊涂 那就不要这样看自己 我们这叫做壮世代 你看圣经上那些最有恩高的 都没有讲到二三十岁的 我是说二三十岁很棒 是教会的很重要的支柱 可是我讲的就是 有恩高的 加勒 摩西 你看约书雅是老一点 更有恩高 都是这样子的 年少的时候我们受苦 没有问题 可是我们把吃苦当作吃补 我受苦是与我有益 为要学习主的律力 所以当我们这样子来学习 我们越老 在神的家中 在神的店里 我们就让那个 好像让我们生命的高母 借着我们 可以祝福到下一代 下下一代 下下下一代 让教会充满了神的恩典 而且让我们的年轻的世代 可以看见我们这些长辈 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如因返老还童 你知道在我们教会中 很多人说 有的人都看不出年纪多少岁 为什么 每一个看起来都很年轻 都如因返老还童 所以让我们常常追求神 不要因为 当我们年纪见长的时候 就觉得 这个也不能做 那个也不能做 唉声叹气 就觉得 好像觉得 愿天尤人 愿孩子 愿国家 愿社会 愿大家都没有人来关注你 不要这样子 要知道 一切都在主的里面 我们越年老 我们就越多的 在主的恩典当中 我们可以做 我们可以做的事情 继续地爱神 服侍神 跟随神 让我们都做一个 最有恩高的老人家 不过不叫老人家 我们要做 就做一个英式圣徒 让我们可以慢慢年长 可是我们 每一天充满到喜乐 因为神是我们的供应 当我们年老法白的时候 供应我们的 不是我们的儿女 你不要想到养儿防老 当你年老法白的时候 供应你的是主 主在你的旁边 祂照顾你 祂陪伴你 祂让你没有孤单 祂让你没有寂寞 祂保守你走路 稳稳地 不会摔跤 出入 保守你 都平安 所以不论你在哪里 你因为神与你同在 所以你知道 我是平安的 我在地上平安 一直到有一天 我就这样平平安安的 一直见主面 所以我们要相信 要知道我们的神 是我们的供应者 所以神要把这样的医治跟健康 赐给我们 约翰三书第二节那边提到说 老约翰说 亲爱的弟兄啊 我愿你凡事兴盛 身体健壮 甚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 你要常常这样来祝福自己 这也是神对我们的祝福 我们要凡事兴盛 所以是神要祝福你的工作 祝福你的经济 神要祝福你有一个 良好的身体健康 你的身体可以越来越健康 越来越强壮 而且神也会祝福你的内在 你的属灵生命 可以非常的健全 所以让我们可以这样子来经历 经历上帝的恩典 另外我们可以看见 就是关于得医治的真理 得医治的真理 第二个点 就是我们为什么可以领受神的医治 首先你要知道 耶稣基督昨日今日 直到永远他没有改变 他过去如何 现在也如何 有人说 医治的时代过去了 所以圣经上讲的医治 都讲的比较是心灵层面 不是 听众姐妹 耶稣过去如何 现在也一样 一直到有一天我们见主面 我们就知道 我们在等候这样的一个日子 可是你需要 当你对医治有信心 说的是 你要知道主的事工 主在做什么 圣经提到 耶稣降世的目的 耶稣来到这个地上的目的 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 耶稣被圣灵高谋 那他有一个目的 是要行善事 医好凡被鬼魔压制的人 所以我刚刚一直提到说 我们的疾病 我们会生病 这是从鬼魔来的 是撒旦的工作 所以那一天 那一天有一个妇人 她来到了教会 来到圣殿 她已经弯腰 驼背 已经十八年 圣经上说 她驼得很厉害 这样子 你有看过 有的人驼背 非常的严重 整个脊椎 好像就整个 就弯下来这样子 可是圣经提到 耶稣在安息日 耶稣在主日 在做礼拜那一天 耶稣释放她 赤着那个污鬼 从她身上离开 圣经上提到说 这个妇人的腰 就立刻直起来了 所以教会有时候 仇敌压制我们 让我们生病 可是安息日 我们看见主 为什么特别提到安息日 讲了这是一个 特别分别为生的日子 神要在敬拜赞美当中 神要来医治我们 神要来释放我们 那个瞎子巴迪买 瞎子巴迪买 他天生他看不见 说的是 有时候我们有一些 天生的疾病 就是没有办法 医生也没有办法 因为是天生的 可是耶稣有办法 耶稣问这个巴迪买 说你要什么 你要很清楚地告诉神 当你 有的人 当他只接受 是天生的 因为先天的疾病 没办法 就没有再为这事祷告 因为是先天的 可是 这个巴迪买没有 他很清楚地告诉主 主要得医治 主就医治了他 所以你要告诉主 你要什么 你要认识 当我可以领受这个医治 很多时候 口里承认 心里相信 就必得救 就可以得着我所要的 那天那些长大麻疯的 那些病人 他们就呼求主 主要医治我 医治我 主就医治他们了 主就医治 当我们呼求 为什么我们要常常敬拜赞美 要大声地赞美 不要赞美 神都在嘴巴里面念念念念念 他大声地呼求 当你呼求神的时候 那个恩典就领到 神的慈爱怜悯就领到 那天我们看见 拉撒路 他在坟墓里都死了四天 可是耶稣来 耶稣为了要向众人 证明 他的能力 让众人知道 有一位神 让众人知道 我们需要对主有信心 他叫死了四天的 拉撒路 从死里复活 所以这位先生们你知道 圣经里面讲了这么多 有的时候 主行一个伟大的神迹 当然有时候 主没有一天到晚 都叫那些 兵临死亡 全部都从死里复活 我想神有祂的目的 但是有一些时候 神会做一些特别的一些 世界 重大的世界 在我们中间 好像成为一个 一个记号 就让神的百姓知道说 我们的神在 我们的神 在神没有难成的事 所以你要知道 耶稣 耶稣所做的 耶稣 祂可以做 但是 有的时候 你说那有的人 主怎么都没有医治呢 是 看起来有的时候 主没有医治 所有的人 有一个原因 我觉得就是不幸 圣经上提到说 主治好了一切 来到祂面前的人 我自己非常喜欢 这个经文 讲到说 耶稣治好一切 凡来到祂面前 所以当我们 来到神的面前 用信心来到神的面前 就觉得我相信 你可以领受神的医治 神的恩典 但是有一个前提是 你不会得到神的医治 当你不相信神 你说我会不相信神吗 我基督徒 我会不相信神吗 你会不相信神的 有的人 牧师 请问你帮我祷告 我身体这个不舒服 那个不舒服 牧师为你祷告 可是你心里觉得 大概不灵 有时候我们里面 没有 所以请别为我们祷告 可是我们觉得 大概不会 有时候我们自己祷告 嘴巴讲 主求你医治我 可是我们心里觉得 大概不会 主求你说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所以对象里面有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对付 我们里面那个不幸的恶心 有时候我们说 我不是故意 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 因为你很痛苦 因为这个疾病 不是伤风感冒 这个疾病在人来看 或者你搜寻 所有的资讯 你发现 他都是 他都不可逆的 而且一点办法都没有 所以有时候我们里面 我们灰心 我们觉得 人家为我们祷告 就是只是一个祝福 可是我们里面 一点都没有触动到我们的心 我们里面一点都不觉得 神会医治我们 所以你不会零受医治 可是对不起 你说那我只要一直相信 我就可以吗 对 你只要一直相信 是真的一直相信 一直相信 等候神的时间 圣经告诉我们 神是为等候他的人行事 你说那我要等多久呢 我不知道你要等多久 可是神 祂是看我们 神看千年如一日 一日如千年 所以有时候我们不知道 神要我们等多久 但是我知道一件事 神在意的 是那个过程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是灰心沮丧抱怨 还是你继续地 一直相信神 几乎你在最软弱 最痛苦 最无助 最灰心的时候 你是不是人人相信 你的神 祂是没有改变 祂是耶和华 拉法 是医治你的神 这是重点 圣经里面 在福音书当中 四福音书里面 马太马可 路加约翰 他这里有 3779节经文里 可是有327节 就是五分之一的经文 都讲到关于 医治 医治的经文 所以我相信 神要我们认识祂 我们的神是 有医治的能力 所以对不起 你要相信神 你要学习仰望神 虽然有时候很痛苦 我讲一个例子给你听 有一个前苏联的作家 叫做索忍尼辛 他是因为政治的原因 就是他强烈批评 当时的政治体系 所以就被关在 西伯利亚的收容所 所以在那里 他的情况很不好 他被分类 是一个特殊的囚犯 被接受很不人道的对待 所以你可以想象 各样的羞辱 各样的折磨 那种不是人过的日子 在那里做劳改 而且最糟的是 那个时候他得到了癌症 每一天都要做 很苦的苦工 然后卫生环境不好 就很脏了 你可以想象 睡的地方又是厕所 又是虫 又是什么一大堆 有的没有的 很恶心的味道 这些脏乱黑 可是他就在 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 每一天 他见见这些 我觉得这些劳改 这些好像不人道的对待 他就磨着你 让你不像一个人 你活不下去 你真的就是想求死 就是很挫折 特别我刚刚提到说 他没有什么意志力 因为整个人又得癌症 所以就不好 可是他说有一天 有一个人就靠近他 有一个人 就来到了他的这个牢房前面 用脚画了一个十字架 然后就看着他 用脚画了十字架就走了 他说我不知道 这个人是天使还是人 可是当他画了这个十字架之后 他说有一个力量 很特别的力量 莫名的力量 就从我里面就开始涌上来 他说我本来对人生 我感到疲惫 我感到灰心 我感到沮丧 可是当我看见他所画的十字架之后 我就看见耶稣为我 钉死在十字架上 我看见耶稣为我流血 我看见耶稣死而复活 所以他说在我里面 我就产生出那样的力量跟盼望 所以后来他的癌症得到医治 他每一天在西伯利亚的收容所 他开始更多地思想 耶稣的爱 耶稣的拯救 思想十字架 他不再像过去一样 好像每一天只是看那些伤害他的人 好像恶待他的人 只是看那个脏脏的环境 所以后来他提到说 他就被他们 时间到他从西伯利亚被驱逐出境 他去到美国 最后他就写了一个小说 也是关于这个 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些非人道的生活 所以他得到了 当时得到了诺贝尔文学奖 可是我觉得这个 他的这个经历 给我们带来一个很大的启示 你如果一直看那个恶劣的环境 看你的疾病 你上不来 可当你开始仰望十字架 仰望耶稣 有钱你就有盼望 另外 你要认识的第三个真理 就是耶稣为你 为我们的身体的医治 被钉在十字架上 为你而死 在以赛亚书第53章 这里提到说 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 背负我们的痛苦 所以这个忧患在原文的意思讲的 就是疾病跟病症 那痛苦所有就是身体的疼痛 所以你发现 不管是忧患是痛苦 所有都是你身体的疾病 你的痛苦 你的软弱 所以这个经文其实他也在 当时以赛亚讲这个时候 他们其实不知道 以赛亚在讲什么 是经过四百年后 耶稣为我们定死在十字架上 人们明白 原来先知在四百年前 他们说的就是这件事 说什么呢 他们在告诉我们 耶稣为我们承担三件事 第一个 耶稣承担我们的软弱 所以这里提到说 他代替我们的软弱 他担当我们的疾病 所以听听听听 我们的软弱 说的是有时候我们会有情绪 我们的情绪有负面的 特别有时候我们生病的时候 我们情绪很低弱 或者有时候我们会有自卑 自怜 有时候我们不会讲话 我们工作能力很差 我们被别人排挤 有时候我们觉得 这是我们的软弱 可是你知道 耶稣来 耶稣是担当我们的疾病 他代替我们的软弱 你可以把你的软弱 放在主的身上 主代替 他知道 所以耶稣替你承担你的软弱 当你下一次 当你感受到你有情绪 你自卑你有软弱的时候 你要知道耶稣代替 我可以来到主的面前 而且耶稣替我们承担第二个事 就是我们的疾病 我们今天一直在讲 因他受了鞭伤 我们得医治 疾病就是所有的疾病 一切的妇女疾病 心脏病 或者其他的血液毛病 各样的毛病 骨头毛病 所有的疾病 不要再觉得说 我这个是比较特殊的 我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不 一切的疾病 耶稣都可以医治 另外耶稣替我们承担第三件事 说的就是我们的罪 这里提到他被挂在木头上 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 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 就在意上活 我们都会犯罪 我们有骄傲 我们会说谎 我们会软弱 会悖逆 有的人会杀人 放火 伤害别人 特别在我们还没有信主以前 我们会做这些事 可是当我们信主之后 我们认识耶稣 神他为我们担当我们的罪 他把我们的罪 把我们身上的罪蛋拿走 他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 所以感谢神为我们 定死在十字架上 让我们对罪是死的 十字架上 十字架的大能 真实的祝福我们 让我们对罪是死的 我们可以不再被罪来吸引 而且我们可以活在公义当中 我们可以活在那个对的光景 我们可以不需要活在黑暗里 因为十字架 因为十字架 我们可以活在光明当中 因为十字架 我们可以得到医治 我在说有的人觉得 现在没有医治 圣经上讲的医治 都是讲的比较心灵层面 我要说那不是正确的 因为医治这个词的希腊原文 说的就是一般身体的医治 所以弟兄姐妹 神没有改变 我们身体一切的软弱 神都会医治 神都会医治 举几个例子很快 我们中间有姐妹 她就是讲到说 之前有便秘的问题 很实际 就是祷告 祷告 祷告 神医治 另外一个妈妈 就是受洗钱 睡不好 靠吃药 可是受洗之后 就得到医治 就不需要吃药 直接睡 直接睡 还有一个姐妹提到说 有一次 就是不小心脖子扭到了 所以来参加祷告会 就奉主的一名赤着 脖子就把他扭回来 所以这边你知道 我们的神 在世没有难成的事 有一次我听了一个 这是韩国一个弟兄的见证 很感动 我觉得我们的神 在神凡事都能 神怎么可以这么奇妙 我相信神是听他太太的祷告 他讲到这个先生 他平常有痔疮的问题 痔疮就是很麻烦 有时候严重起来还要开刀的 可是他没有信主 可是他又反对他太太来教会 是那天快要中午了 所以他太太还没有回家做饭 他就很生气 所以他就开车去教会 要去抓人 可是去到教会又发现 怎么都找不到人 就更生气 因为找不到人就更生气 他就要开车 所以就要开车回家 那平常你知道 他平常就是因为有痔疮 所以开车要稍微側一点 好像就是身体 就是会比较舒服一点 比较不会压到伤口 这样子 可是因为那天打不到人 找不到太太 他这满脑子就是很生气 满脑子就是想到 等一下回去怎么修理太太 这样 所以一屁股坐下 也没想什么 这样子 可突然发现 这屁股都不痛 在车另外一边就发现 也不痛 后来他嘴巴就讲了一句话说 真的有神 真的有神 所以对不起 我觉得我们神 我们的神在神凡事都能 你真的要相信神 他可以医治 我们神可以用各样的方法 拯救灵魂 而我自己相信 医治 很多人都有疾病 我们如果可以在疾病当中 可以直接地经历神的医治 我们的心 也容易向神苏醒过来 第四 你要认识的真理就是 医治不见得都是立刻好的 那十个长大麻风的病人 他们就是呼求主啊 主啊来医治我们啊 耶稣啊可怜我们 耶稣说你们去 让祭司检查你们 圣经上提说 他们去的时候 说的就是 弟兄姐妹 你要跨出信心的步伐 你才会得到医治 你要跨出信心的步伐 你才会得到医治 我们以前这里 就是有一个灵教士 他是我们创办人 荣教士的童工 他身上有皮肤病 可是那一天呢 他就是顺服主 当大家在敬拜赞美的时候 主说起来跳舞 他就起来跳舞 当他起来跳舞 跳完敬拜完之后 他发现他的皮肤 完全得到医治 所以你要跨出信心的步伐 不要觉得 这个时候我跳舞 人家会怎么看我 他跳舞的时候 他顺服主的时候 他并不知道主要医治 他的皮肤病 他只是顺服主 他就得到医治 有一个弟兄 他的腰没有办法弯下去 可是那天在聚会当中 他听见牧师说 你要试着 神的能力在我们中间 你要试着 做你平常 做不到的动作 你要动一动 要尝试跨出信心的步伐 他就心里想说 那我要来弯腰 我要来弯弯看 他的理智告诉他 你不能 可是他的心告诉他 我要试试看 我要顺服整 那一天他弯腰 他腰就弯了 所以弟兄姐妹 真的你要这样相信神 博塞大 是拒绝耶稣的诚事 所以医治 不能够在他们这个诚事当中运行 因为他们不相信 弟兄姐妹 当你不相信 神迹就不会发生 一个不相信神迹的人 一个不相信神迹的教会 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 只有在信心里面 只有在信心的宣讲当中 神迹会不断不断地发生 那天耶稣为那个瞎子祷告 瞎子顺服去辞职一喜 医治 就得到完全的医治 有的人质疑 这个生来瞎眼的 是他犯了罪 还是他父母犯了罪 耶稣说 不是这个人犯了罪 也不是他的父母犯了罪 而是要在他的身上彰显神的荣耀 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 有的时候神让你生病 是为了要在你的身上彰显神的荣耀 所以当疾病来临的时候 我们不要只是在那里觉得 为什么是我 有可能神拣选了你 因为神要借着你 要彰显神的荣耀 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为着神的荣耀 我们要起来呼求 要起来征战 要起来祷告 最后我要讲的是 你要认识的第五个真理 就是你要知道 神也使用医生跟药物 来治疗疾病 在圣经里面 你要记得路加本身 他就是一个医生 他也是耶稣的门徒 耶稣说 康健的人不需要医生 有病的人才用得着 所以弟兄姐妹 当你生病的时候 你要知道神不反对 你看医生或吃药 在我们中间 可能没有这个问题 可是我知道在很多人 很多基督徒当中 有人有这个问题 他们去看医生 他们会被控告 会被人家觉得说 好像不太属灵 以前我们遇过 有一个人 那他明天就要开刀了 可是开刀前一晚 有很多基督徒 甚至有神的仆人 就是去探访他 问他祷告 还问他一件事 你确定神要你开刀吗 人家明天就要开刀了 你今天晚上跟人家讲 人家确定 这是神的旨意吗 果然第二天他跑了 就这边不需要 有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 崔子石牧师 其实是赵恩基牧师的岳母 他是得到盲肠癌 不是盲肠癌 盲肠炎 就是去世 可是对我来讲 我想你为何不去看医生呢 盲肠炎 其实对一哥就好了 为什么 可是当然这个没有什么答案的 因为那个谁 史密斯维格斯维尔 他也是盲肠炎 可是他没有手术 他得到医治 所以你不能说他这样子我也这样 你如果有信心 不要看医生 那你就要有信心 神一定会医治你 如果你没有信心 我建议你最好找一个好的医生 适合的医生去看医生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紧紧地倚靠神 就没有问题 你要知道 这一点都不违背真理 当然我们也要留意 你不要高举医生超过神 亚萨 亚萨这个王 圣经上提到说 他有病 可是很重 可是他病的时候他没有求 耶和华只求神 神不喜欢我们 好像只求医生 我们看中这个超过神 神不喜欢 有的人高举什么 健康食品 超过神 倚靠健康食品 超过倚靠神 有人高举 要慢跑慢跑 要跑步要运动 超过神 可是有多少案例提到说 这些高举健康食品 或高举这些运动的人 最后有时候 也是常常是因为心脏的问题 也就死亡 所以 弟兄姐妹 生命气息存留 都在乎神 并没有什么一定的 你只要知道说 我就正常的 我去看医生 可是过程当中 我知道 耶和华是我的神 是我最伟大的医生 我要倚靠他 弟兄姐妹 就不会有事 不要看医生超过神 可是也不要因为 你的信仰 就觉得 去看医生 是不属灵的 不是这样子 只有当你有一个 正确的一个观念 真理在你的里面 你才会得到释放 得到医治 不然弟兄姐妹 有的时候 因为你的害怕 你的恐惧 你拖时间 最后情况 本来是一个小病 就变成大病 很多疾病都可以医治 可是因为拖延 情况就会越来越不好 所以求神这样来帮助 让我们更多的 从圣经来认识 这个医治的真理 让我们可以行走 在属天的健康当中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邀请弟兄姐妹 我们从最上起立 好不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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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